中国的小鲜肉男明星有很多,他们都是娱乐圈的扛把子,赚钱是非常厉害的,小鲜肉男明星,比如王嘉尔,杨阳,马天宇,王一博等等,今天我来说下王一博,王一博在娱乐圈算是顶流的男明星,他的人气非常高,赚钱非常多,像他这么赚钱的男明星,他花钱也是非常厉害的,今天我们来看看王一博的男明星。 王一博的个人简介,王一博,男,他是在1997年8月5日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,他是一位中国内地男演员,歌手,职业摩托车赛车手,男子演唱组合Unique成员,2014年9月15日,以Unique组合成员身份证实出道,2015年,主演青春励志电影《梦想合伙人》,2015年随组合获得酷一月亚洲盛典年度内地最佳新人奖和奸战。 叫爱奇艺之夜颁奖礼年度音乐大奖,2021年12月1日,领衔主演的古装悬疑电视剧《风起洛阳》在爱奇艺播出,王一博不愧是娱乐圈的顶流明星,他不但演过很多戏,还会唱歌跳舞,真的是个多才多艺的男明星。 接下来,我们来看看王一博的花钱方式。 一,王一博的是个手表控,他收藏了很多名表,我挑一款最经典的名表来讲,王一博带的百达斐力5370P双秒追真万表,来自PP超级复杂功能实际系列,价格高达185万,一块表可以买一辆保时捷跑车了。 二,可见王一博对名表的热爱程度,二,都说男明星都会有一辆豪华座驾,王一博的座驾非常酷炫,他的座驾是一台哈雷摩托车,这台摩托车的价格高达188万,车身上还镶嵌着一个5.4克拉的钻表,非常的酷炫,非常适合王一博这种顶流明星开,开出去绝对非常拉风,回头率杠杠低。 对此,你们是怎么看待王一博的花钱方式?欢迎在底下留言哦,谢谢大家的观看。